好 我問一下敏鳳 現在看起來藍軍也是內戰 綠軍也是內戰 由於內戰勢必有所攻防 有所受傷 是的 相對沒有受傷的柯文哲 在這一個亂局裡頭 他是一個相對得利 跟相對受惠的狀態 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當然是目前的狀態 但是有個狀態就是說 我萬一整個初選都完成了 做整合的時候 柯文哲要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現在柯文哲 是在幫自己挑2020的對手 什麼叫挑對手 那以昨天這個做法 你覺得他比較中意誰是對手 當然就是 明雅因為他是現在 明雅落第三名 他這不是他的對手了 那他對手就是 國民黨裡面要挑一個出來 他認為比較 如果出來的話 他的勝選比率比較高的人 那他現在看起來就是 挑了郭台銘 所以他現在就會打 你認為他比較期待跟郭隊打 比較不願意跟韓對打 對啊 就是說目前的情況上面來看的話 這個就是說如果是 郭台銘出來的時候 柯文哲的勝率都還比較高 就是排第一的比例都還比較高 那如果韓國瑜到目前為止 都可以觀察 那如果韓國瑜出來的話 韓國瑜排第一的可能性就比較高 那所以說你看他就會突然講說 你韓國瑜有事素人嗎 然後你根本就是家裡面的背景 也是很雄厚啊對不對 李嘉芬的爸爸當了三屆的 這個縣議員 李嘉芬也當了三屆的縣議員 家裡面又做殺食業的 然後根本就是張家班的人馬 你家族私利怎麼會是 怎麼會叫素人呢對不對 然後這個 我先打個岔喔 柯文哲現在講的話喔 如果你把他的頭貼掉 改貼梁文杰也非常的貼切 因為一年前梁文杰都講類似的話 我無意污蔑梁文杰或柯文哲 然而柯文哲昨天講的話 非常接近梁文杰 對就是這樣 然後大家認為 現在郭台銘 不管是他在專訪 或是在對外講話上面 他都是比較屬於社會比較高階層的人 一看就知道了 可是柯文哲竟然就會想辦法幫 郭台銘想到他過去 是一個黑手出身 然後呢 他也是窮人怎樣怎樣 所以他就是在調整這個社會上面 對他們兩個的階級的一個 一個評價嘛 那他現在就是說把這個整個 如果韓國瑜打下去的時候 他這個整個郭台銘浮出來的時候 在整個選戰上面 其實在語言溝通上面 他的優勢比郭台銘要好太多了 郭台銘雖然身家很多 他可以用很多的力量去 去匯集很多的資源幫他選舉 但是他從現在到從開始到現在為止 他對外的溝通能力 就會變成說有一點隔合 譬如說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人家問他這個怎麼樣 他沒有錯 他會舉例說他在雲林看到一個例子 這個毛巾業或是怎樣 然後嘉義看到這個怎樣 人家就問他說那賣香腸怎麼樣 他反正每個產業他都會導向一個 說我要把它弄成一個國際的 一個匯流的程度這樣 可是社會上本來就有不同的企業規模 他本來賣香腸就不可能說 每個香腸都會賣到國際上去 所以說你從他的回答 不好意思喔 黑橋牌賣到國際上去 新東洋也賣到國際上去 但是小小的香腸攤 擺攤是很艱難 但是他就是回答說 我會幫你把香腸賣到國際上去 問題是有一定的困難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如果是柯文哲來看 他也會選擇說我就跟這個郭台銘對打 那這個政治語言或是政治魅力上面 我就會打得比較有優勢嘛 那我的資源啊財富可能輸他不及他 但是這方面我至少可以跟他平衡這樣子 然後另外他也覺得說柯粉可能不會回流到郭台銘身上 所以一旦 而且柯粉也並不容易回到韓國瑜身上 尤其是年輕柯粉 就是韓國瑜如果不選 韓粉會四分五裂 可是誰可以瓜分所有的韓粉 對啊 就是說郭台銘可能沒有辦法吃乾淨韓粉 假設郭台銘拿到六成拿到七成拿到八成 那表示說另外三成他們會跑到哪裡去 那三成恐怕也不會回到民進黨身上 對就很難回去嘛 所以說為什麼這幾次的民調做起來 只要韓國瑜下去一點 這個克文哲就會上來一點 這個就是所謂的粉之間的交流 所以他第一目標是要拱郭台銘爭取到初選勝利 就是幫他忙 幫他忙 然後第二目標就等到九月份 出不出手跟出手的戰略怎麼執行再說 對啊 因為他們這種無黨籍 就必須要先選好一個副手 然後公告的時候去登記 然後再去教聯署書 所以你大概作業時間前就是十月份 那所以說前一個月大概九月十七號 這個大概都已經算好了 所以他整個就是做一個戰術的評估 然後我先在這個七月份之前 我可以打怎麼樣戰術 然後先把誰打下來之後 對我七月之後的 或是一一的這個戰局最有利 他就採取動作 採取目標了 好 我們稍後立刻回來 我們下集中 我們下集中